第三呢 深暗间天 这是细数说明 阿纳罕虽然都是阿纳罕 境界高低不一样 像念书同一个班级 考试的时候还有第一名第二名 名字不等 同一个班级 这是在五不还天 五不还天有五个层次 善见天为此天与奢放世界 妙计元臣 更无丞相及一切尘口 故名山见天 因为他没有烦恼 从这个地方可以能证实 佛所说的 一切发从心下 我们看到天空不干净 特别是 最近的这个十几年 常常出过旅行的人知道 在飞机上往下看 灰蒙蒙的 那我们二三十年之前 我们从飞机上看下面 看很清楚 很少有这种现象 现在很常看到现象 叫预言气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也就是说 人造的这个孽太重了 特别是沙僧 现在沙僧毫无忌惮 这不得了啊 啊 科学又进步 在海里面捕捉这些海星的能量就更大 人 道德没有了 过去海里的捕鱼 那个网孔很大 啊 小鱼都可以漏掉 现在的网很密 连小鱼都不放过 这一网打进 联合国给我们的信息 说每一年 地球上的人 杀害众生 吃掉他们 有多少 三千 三百七十亿 这个杀也多重 啊 每一年全世界 都他是杀人 杀自己的儿女 每一天超过十五万 一年超过五千万 这 冤魂不散啊 所以天空是灰涂涂的 从飞机上看下面也是蒙蒙 一瓶 烟雾一样 这是过去没有的现象 最近 这些年来的时候 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 如果我们想的时候 常常旅行 想到最近五年 就特别明显 越往前面去 这种现象越淡薄 早年 八年年代之前 我们在飞机坐飞机的时候 这样的现象很少看见 上面看下来都很清楚 八年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我常常到美国 加拿大 带了照相机 空中 照相拍 往底下拍 都很清楚 那么 那么善见天人 他见到这个空中 摄放世界 请进 没有任务 没有这个灰尘 任务的现象 及一切成功 顾明 善见天也 下面说 摄放世界 等着 为夜心在地 地能发挥 于会心中 见摄放节 语言 便成灵 更无世界 内外 陈相 既无心地 昏尘之构也 自己心清净 外面境界也清净 这个道理现在 量子力学家知道 正明了 佛在经上所说的 心经 在佛途径 一个心地 清净的人 看我们这个地球 地球是清净 是心清净 我们心不清净 看这个地球 是由这些 成功 任务 往上去 景净 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